我認為我們完成了一段影片的傳統長者抗痛年 希望將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長者面對痛症的問題上 根據一些管理的數據 廣華醫院曾經做過日普查的調查 有32%的香港人患有慢性的痛症 包括了腰背痛、關節痛和下肢痛 大家都會知道這些慢性的痛症對個人來說 對家庭、生理和生理都會做到 至於手術 基本上我們可以說是一個最後的辦法 如果本身來說 真的出現了一些關節和一個嚴重的龍鼠 需要用手術的方法、療症才需要做 基本上我想在這裏不需要提泰國 其實在這個關節和紀錄裏面 大家要明白這個結構 明白他的生意 在座的100位長者的熱心參與 使太子活動會進一步的推廣 香港太子研究會是坐機香港面向世界 進行推廣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組織 我們的宗旨就是無以载道 因為太子本身是中國的國粹 奠基了中國幾千年文化的精髓 在其一道與一體 又融合了養生術、哲學、美學等一系列的內涵在裏面 所以太子是一個非常美好的能夠促進大家的身心 從身體健康的一種運動 香港太子研究會是一分宗派的 容納百川的廣學國寒的一個研究會 在座的各位長者過多過早 過去和現在都曾經患有痛感 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